1959年12月4日 在俯顺战犯所关押近十年的溥仪被特赦 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公民 而包括溥仪在内的这群首批特赦人员 受到了组织上的高度重视 在从战犯所离开的五天后 三位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们会面 其中就包括周恩来总理 在与旧社会的战犯握手期间 总理一眼认出了面前的溥仪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 你就是溥仪先生了 是 我们可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周总理的一句玩笑话 瞬间让整个会面变得轻松起来 也巧妙地化解了溥仪的紧张和尴尬 简单地握手过后 众人在安排下纷纷落走 但溥仪还是有些紧张 沉默不语地穿过人群挤到后排 这样异常的举动引起了陈一元帅的注意 溥仪先生 你怎么躲到后面去了呢 过来坐嘛 紧 我在这儿挺好 溥仪自知自己的存犯下的罪行不可原谅 在面对新中国的领导时 自然也微微缩缩起来 然而周总理看溥仪如此的拘束 亲自起来来邀请溥仪上前就坐 过去你是我的顶头上司 我和陈老总在那个时候都当过你的子民呢 怎么能让上司坐在这里呢 来来来来 坐过来嘛 说完周总理将溥仪拉出来 请到前面坐了下来 这样的举动让溥仪的心中不自觉升起一股暖意 等众人再次重新落座后 总理开始了今天的话题 他先是对所有战犯表达了歉意 本该在特赦当天就接见他们 但实在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推迟 这些战犯里有不少都是周总理曾经在黄埔军校的同学甚至学生 他清楚地知道有些人的思想压力很大 于是主动抚慰到大家 过去各位走了一点弯路 千万不要为这段历史被包袱 把旧的历史翻过去 还可以学新的历史嘛 听完这话人群中立马有人站起来检讨 周先生 我这个学生没有听老师的话 没有学好 周总理听完并没有责怪对方 反而安慰到在当时随时都会丢掉性命的社会环境下 难免有人会选择错误的道人 总理的一番话让在座众人放下了心理包袱 紧接着总理又告诉众人 旧的历史已经过去 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向前看 为建设新中国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话必又向众人开起了玩笑 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天生的 我的祖辈也是绍兴师爷 我也留过辫子 现在有的人讲我什么少年大志 这简直是鬼话 总理的一番话再次赢得了众人的欢笑 而陈毅元帅听完也顺着总理的话提到了溥仪 人是可以扁的 溥仪先生 我看你的变化就很大 突然被点名的溥仪有些慌张 赶忙起身鞠躬道谢 但话锋一转又开始反省起来 并说出自己的感想 像我这么个罪孽深重的人 这哥在哪个朝代都要杀头的 政府不但没有这么做 反而花了那么大力气改造我 看着溥仪欲言又止的模样 总理接过话茬抚慰溥仪 小时候当皇帝不是他可以选择的 张勋复辟带来的后果也不怪他 可是后来你到东北去 溥仪的前半生已经过去 在追究下去毕竟没有意义 总理便问起溥仪后半生要怎么度过 溥仪想了想回答自己有做一名医生的梦想 溥仪毕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梦想虽好但可行性不强 说吧总理给溥仪推荐了一份工作 到植物园里去 溥仪文言满心答应了下来 毕竟他在战俘营时就喜欢摆弄些花花草草 很快会面结束 总理在离开之时建议众人 可以借此机会好好看一看北京的变化 一别三十多年 溥仪终于再一次来到了紫禁城 一大清早他便在故宫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买下了一张门票 这个以前被自己称之为家的地方 这次却需要拿钱才能进 这让溥仪自嘲地笑了起来 随后他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一同进入故宫 这时的故宫早不是当初那般冷清阴森 有带着红领巾的小朋友和细细嚷嚷的游客 给这里增添了不少活力 看着熟悉的场景和孩子们打闹的模样 溥仪瞬间想起了自己孩子时期 在宫里和太监们打闹的荧幕场景 走过脚下熟悉的路 看着紫禁城里的一草荧幕 这种感觉让溥仪恍如隔世 他想起自己从三岁时便被困在宫里 最大的梦想便是自由 想要出宫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后来他果真如愿出了宫 但却是被赶下了龙椅 这也开启了他在东北当傀儡皇帝的开始 而如今距离他被赶出紫禁城 已经过去了整整35年 这35年里 溥仪经历了两次登基两次退位 建立了维满洲国 也当了别国的俘虏 最后回到俯顺战犯管理所 经过新中国的改造彻底脱胎换骨 现在的他早已忘却了当初复辟大清的愿望 也忘掉了当皇帝的心思 如今故地重游 有的只有对当初那段历史的唏嘘 溥仪在自传中写道 自己的前半生过得无比窝囊和悲痛 是祖国将他改造 让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 而他也终于放下了曾经束缚他的家锁 张开双手拥抱这个崭新的世界 当回过头来纵观溥仪的一生 大喜大悲大喜大落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 虽然贵为皇帝 权力却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 虽然处在政权变动的关键时期 却从来没有发挥到重要的作用 最终皇帝没了 祖先基业也毁了 勾结日本导致生命狼藉 回顾溥仪的前半生 飘飘勃勃一路坎坷 生来便掉入政治漩涡当中 而他的后半生过得却安稳幸福 在进入植物园工作三年后 他与一名护士相恋结婚 两人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然而这种时光仅仅持续了年 在1967年溥仪61时 他因重病在北京逝世 曾经的末代皇帝就这样消失了 只留下自己的一生任后人凭说 如果他不是宣统 或许有机会一失宏土 至少有权力选择不如傀儡般那样窝囊 但命运弄人 他只能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用自己失败的一生 给历史的某一夜做上个微不足道的注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